列王纪上 第二十一章 拿伯对雅哈说 我敬畏耶和华 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雅哈因耶稣列人拿伯说 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就闷闷不乐的回宫 躺在床上 转脸向内 也不吃饭 王后耶喜别来问他 说 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 不吃饭呢 他回答说 因我向耶稣列人拿伯说 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 我给你嫁淫 或是你愿意 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 他却说 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 王后耶喜别对雅哈说 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 只管起来 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 我必将耶稣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于是 托雅哈的名写信 用王的印印上 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咒 信上写着说 你们当宣告进时 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 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 做见证告他说 你放毒神和王了 随后就把他拉出去 用石头打死 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咒 得了耶喜别的信 就照信而行 宣告进时 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 有两个匪徒来 坐在拿伯的对面 当着众民做见证 告他说 拿伯放毒神和王了 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 用石头打死 于是打发人去见耶喜别 说 拿伯被石头打死了 耶喜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 就对雅哈说 你起来 得耶稣列人拿伯不肯为嫁淫给你的葡萄园吧 现在他已经死了 雅哈听见拿伯死了 就起来下去 要得耶稣列人拿伯的葡萄园 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 说 你起来 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雅哈 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 现今正在那园里 你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 又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 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 雅哈对以利亚说 我仇敌呀 你找到我吗 他回答说 我找到你了 因为你卖了自己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说 我必使灾祸临到你 将你除尽 凡属你的男丁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 都从以色列中剪除 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 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 因为你惹我发怒 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论到耶喜别 耶和华也说 狗在耶色列的外锅 必吃耶喜别的肉 凡属雅哈的人 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 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从来没有像雅哈的 因他自卖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受了王后耶喜别的耸动 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雅摩利人 行了最可憎恶的事 信从偶像 雅哈听见这话 就撕裂衣服 进食 身穿麻布 睡卧也穿着麻布 并且惶惶而行 耶和华的话 领导提斯比人以利亚 说 雅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 你看见了吗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 他还在世的时候 我不降这祸 到他儿子的时候 我必将这祸与他的家 在我面前自卑 你看见了吗 在我面前自卑 你看见了吗 在我面前自卑 你看见了吗 你给你在他月依然的发展